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在我燙空姐的時候呢 其實蠻常有人問我說 你不喜歡飛到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那我最不喜歡的是 天中東那邊的國家 因為這是有來源的 有一次呢 我朋友他飛了莉亞的Riatt 故事就這樣開始了嗎 他飛到莉亞的的時候 下飛機之前公司都會發給你 要把身體包起來 一直包到只剩眼睛的那種 叫做阿巴雅 然後在那個國家有非常多的規矩 例如說男生跟女生不能同桌吃飯啦 或者是男生跟女生走路的時候不能並排 而且你們要男生在前面女生要離很遠這樣走 然後我朋友呢 他剛好那天飛到那個國家也沒有想太多 整組人員到飯店之後他就覺得肚子有一點餓 因為時間的關係 樓下的那個餐廳都已經關掉了 然後他就想說 那打電話叫Room Service好啦 於是他就拿起電話 嘟嘟嘟叫完他的餐點之後 他就想說 把那個阿巴雅脫掉 然後把它放在旁邊 但是他穿的衣服是像我現在這樣 然後長褲 那個Room Service到了之後 叮咚就按門鈴進來 然後他就說餐點麻煩你幫我放在那邊 當那個服務員看到我朋友的時候 他心起色念 大人你不要這樣 我要叫了 你不要這樣 你叫我過了喉嚨也不會有人理你的 你救命啊 他就故意想要用他的手去摸他的身體 就把他壓在床上這樣子 但我那個朋友其實也真的非常好運 他非常快的就掙脫 然後就趕快跑出去跑出房門 然後敲門敲我另外一個同事的門 然後他們就打電話給我的老總 老總的意思就是 In-Flight Service Manager 就是整個飛機上最大的頭頭就對了啦 他當然老總就非常的生氣 帶著他下去找櫃台理論說 為什麼你們家的服務員可以對我的組員 這樣我覺得很不禮貌 我一定要跟公司舉報這件事情 然後我一定要告你們 等我奏上潮起 將你衝好你老木 櫃台的那個人員就一副 怎麼樣的態度 他就說 我勸你們還是放棄好了 然後老總更生氣說 什麼叫我們放棄 現在今天我就要在這邊 跟你們理論清楚 你不可以這樣對我們 櫃台又說 那我現在問你了 你在房間有穿阿巴雅嗎 他說他在房間不需要穿阿巴雅 因為他在私人空間裡面 他說好 我現在告訴你 就算你在房間 包的跟一顆粽子一樣 我也可以說 是你誘惑我犯罪的 因為你把你的衣服 還有你的阿巴雅 包的太緊了 所以呢 讓你的身材整個 顯露出來 聽到這邊的時候 老總又有點頭暈了 說我是有聽錯嗎 對啊沒錯啊 你會把你的身材顯露出來 所以是你勾引我 然後是你開門 讓我進去你房間的 然後老總又說 可是你們要送餐啊 當然要進來啊 他說沒錯啊 可是還是你開門送家有房間啊 重點是你穿得很緊 就算你有穿黑色阿巴雅 我還是看得到 你的胸部 你的屁股 指的我朋友說 你看你的胸部 你的屁股都看得到啊 就算我穿這樣 大概也看得到吧 然後在他們的國家 他就說 不管怎樣 上了法庭之後 還是會判你敗訴的 如果你不想讓自己惹麻煩的話 就請你趕快現在離開 大家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很火大呢 知道說你們身在台灣 其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啊 不管現在在看我頻道的 你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 其實你們真的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 祷告一下 然後珍惜 珍惜我們的所有這樣子 好啦這就是一個蠻恐怖的故事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 發生差不多三年前 自從發生那件事 每次看到我那種班 就趕快換掉換掉換掉這樣子 絕對不飛 然後 要不然的話就假裝生病 絕對不飛這樣 好啦在這邊呢 要跟大家講說呢 其實出門在外真的要提高警覺 然後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聽空姐的故事 或喜歡看我的頻道的話 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追隨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